因為大家比較喜歡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沒有人想要去第四分道 然後在這個抗爭的過程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一堂火災就燒起來 然後燒起來之後 最少喜歡燒 因為它剛好在我們家 跟隔壁家的這樣的中間燒起來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被燒到的 而且是半夜2點10分 那有夠夭壽 人家都在睡 那一堂火災就燒起來 到現在還是無名火 沒有人知道那一堂火災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那因為我們家剛好是第一 跟隔壁市剛好都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都來不及 然後那個時候 發生火災的時候 我爸爸 我們家就是在那個居戶 前面居戶附近那個地方 從那個地方 我爸爸聽到那個火災之後 他馬上就衝到這個工作站 那邊有一個鐘 敲鐘 把大家叫醒 因為大家在睡覺 把大家敲醒之後 他進去裡面拿那個 那個打火 那個內火器 衝到我們家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燒掉 所以我爸爸就整個 衝進去火海裡面 拿了一個 他的最重要的一個 隨身的一個 古時候的那些 他的畢業證書 什麼什麼那些公文 然後就衝出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什麼都燒掉 我們家燒了四間 倉庫啦 商店 整個都燒掉 然後整個火事 就整個這樣蔓延 全部燒掉 燒到這個 你現在看到那個地方 叫阿里山格 阿里山格的前面那一袋 全部都燒 燒掉 那麼再從晚上 陽幾十分 就燒到早上 快天亮的時候才燒完 全部燒完之後 居民在這邊抗爭 因為大家想要在這邊 繼續繼續在這邊 居住下去 所以他們想要在這邊 原地重建 但是林文局說不行 你們一定要全部搬到 第四分道 所以那個時候曾發生過 解嚴之前 台灣最大的抗爭在阿里山 這個事情鬧到肺肋癢癢 但是呢 有些部分被風水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 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的居民 很強悍的 跟這樣的一個國家機器 在抗爭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輸了 所以後來到了1980年 就全部都移到下面去 那麼這個找庭這個地方 原來林文局 會把居民趕到第四分道的時候 是要在這邊建觀光飯店 但是呢 後來呢 因為居民不願意離開 所以你怎麼可以把我們都帶下去 然後你們自己在這邊自己賺錢呢 所以後來呢 林文局就說 好那我們不蓋觀光飯店在這裡 那你們要搬走 所以這個地方 就變成所謂的藻瓶 原來叫藻瓶自然公園 可是一點也不自然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地方 就是藻瓶自然公園 其實它現在 後來改名叫藻瓶公園 那麼這個地方呢 在一百多年以前呢 還是一樣就是 全部都是檜木 整個密麻麻的檜木 那麼在1910年左右呢 的前後呢 日本人呢 就是1912年 火車不是已經開到那個 二萬坪那一帶了嗎 然後從二萬坪那一帶 在開始呢 在這個方園 這個森林的地方 開始崁荒 也開始築那個鐵路 所以在1914年呢 這個鐵路就開到這個藻瓶這個站 然後那個時候叫藻瓶站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藻瓶瓶 那為什麼叫藻瓶呢 因為這個森林開完之後呢 他們就發現這個下面的那個地呢 就讓人照長 有沒有 所以叫藻瓶 後來有稍微把它修整之後呢 就開始建了 因為用阿里山的檜木 你要知道那一棟房子現在 每一棟房子現在起來都幾千萬 有那一棟的機會 連我們家的地板啊 廚房啊什麼 通通都是檜木 所以呢 你看它這個地是不平的 所以當初在建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是用那個檜木把它架起來 有沒有 架平架平架平 所以我們小時候呢 經常就會 小孩子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跑到那個那個 那個房子的下面去 軟軟軟軟 那個那個房子的樓 樓樓去做 去找人家 因為銅板掉下去之後 就跑到那個下面去了 所以我們以前的遊戲的場所就很多 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島嶼車站 現在的島嶼車站 這以前是阿里山站的終點站 這個車站呢 在過去呢 對阿里山來講 是一個對外很重要的幾代地區 因為阿里山對外只有火車 只有火車沒有公路 像現在這樣 我們全部都是仰帶火車 所以呢 火車來的時候呢 就是把我們所有的生活的那個 那個步調呢 整個就會換行 那火車一離開之後 大家就休息 那到了晚上呢 火車不來的時候呢 全阿里山就完全 進入了一個休息的狀態 不像現在 二十四小時 來來去去 所以以前到阿里山一定會 看日出 不像現在就是 看了然後就跑掉 沒有那個當天來去的 那因為沒有那個公路開通之後呢 把阿里山跟平地的距離縮短了 但是呢 也殺掉了 在阿里山呢 可以能夠好好游下來 然後那種感覺 跟這個生理相接了 這樣的一個氛圍 也就弄掉了 那以前呢 我們家呢 就是在這個這裡面的地方 在有一年呢 我就是帶我的 我生日的時候 我帶我媽媽 你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以前你在這邊出生長大 可是我現在要聽到裡面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圍了那個籬巴 現在已經拆掉了 圍籬巴 所以我們要聽到 我們家說 要被牽化鬼 被牽化地 那我媽媽就是 跟著我就被牽化鬼 然後找到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 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好 那這一點呢 對我來講呢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落土在哪一點 還可以找到哪一點 這樣就不要跟我媽媽去 這樣就喜歡落土的都仔 那種感覺就是很特殊 我帶我女兒來 我女兒太敢說 我都沒有辦法像你那樣 找到哪一個土地 是我落土的爹 是真的 真的真的是 現在這一代 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人可以這樣 而且早期 早期呢 我的幾個姊姊 還說是我爸爸自己去當場 因為在山上 很多東西都很不方便 都自己當場 可是我的時候 就已經是三婆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那個時候 在整個 白天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在這個地方行行 那因為每天只有一班國車 進行出出 所以到底阿里山有哪些人 大家都一間二間 所以那個時候阿里山上呢 沒有什麼呢 沒有小偷 因為他們 什麼小偷大家都知道 因為阿里山有多少人 大家都認識 換人家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一次 我們小孩子 每次 白天的時候小孩子 全部都到生理裡面到處去玩 去玩那個 比如說到樹裡面去 然後去抓小偷 小偷在家裡 從樹山爬下去 然後跳下來抓小偷 然後每個小偷 然後每個小偷也就到 到處在跑 然後父母去忙他們的小偷 還是忙他們的好 那忙到有一天 他們說抓到小偷了 那小朋友本來都不回家了 所以要抓小偷之後 所有人都跑回家 然後跑回去看小偷 看到小偷之後 大家都很失望 怎麼跟人講的都一樣 所以那樣的一個 存譜的狀況 存譜的那樣的氛圍呢 一直到了那個 越來越後越多 然後變成所謂關係之後 它就慢慢慢慢破壞 那之前呢 我們這邊的人 就非常的合作 有一家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放下 工作去協助 特別是火災 這件事很嚴重的 如果某個人家裡 發生火災之後 大家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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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著去 因為阿里山真理 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一個是火災呢 整個三層 都就入了一個危險 特別是我們 都是開幕的地區 那我們現在所在 這個地方 就是火車站 因為前面就是整排 以前 所有的我們都住在那個地方 那火車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著 這個火車進去處處 有沒有 進去處處 就是那個東西 跟你的生命 都在一起的 但是現在改掉地式分代之後 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進去都很久了 火車來的區域 完全都沒有那樣感覺 那我們現在看到 前面有一顆 剛剛的 是一個移植木柱 剛剛有朋友問說 那個機台有沒有 機台就是 用這樣的一個 就是在森林裡面 找到一顆高的樹 然後呢 就把它上面 滾擋的那個 那個鋼鎖 鋼鎖鎖 之後呢 他們就安裝那個位置 然後就是能夠把 下面的那個 木材呢 你說這個地方的 木材就砍了對不對 它要把它 吊起來之後 然後拉上去 然後用這個機台的 鋼鎖這樣把它 吊到那個 鐵路旁邊 整個 集散在這個地方 然後集完之後呢 那當這個那個鐵路來 那個火車開過來的時候呢 火車那邊有車背 那個平平的 那個地方 可以裝貨的 就把那個木材 就掉到上面去 掉上去 那個鐵台 鐵完之後呢 就把這個木材 就從這邊運下去 那我們剛才上來的時候呢 有經過兩道鐵路對不對 大家停下來 再講話的那個 只好再跟大家做解說 那個就是要往嘉義去的 那個鐵道 就是要去第四分道的 然後另外呢 在上面有一層 就比較靠近這個地方呢 有一條呢 就是要去玉山的 也就是說玉山那邊的 木材砍完之後 也是拖到這邊來集中 然後從這邊再拖到嘉義去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集散區 然後我們看到的這個區呢 以前這個地方呢 就很多的 制裁堂啦 什麼 機器廠很多的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的 這個 非常的人人 人車謹慎的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那現在呢 就整個都改觀了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們 這一棵是檜木 它砍掉之後的檜木 上面還有一個 所謂二代木 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以前 登玉山的登山口 從這邊走路上去 從這邊走路上去 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搬到那個 現在的至中 然後到新高口 從這邊爬上去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是 開通了那個鐵路之後呢 大家登玉山 就變成做火車 然後坐到那個東府那個地方 然後才去塔塔家 明天裡面會 塔塔家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就登玉山 然後這個地方 就變成登駐山了 因為這個地方 除了去登玉山之外 它還可以另外一條路 直接從駐山 那早期呢 我們都是 旅館我們在以前的高峰 高峰以前叫高峰山莊 就是在這個 阿里山格後面那個地方 我們早期都會把客人 帶走路的 然後走路這樣子 逐步上去 走差不多三四十分鐘 到駐山去看日出 因為以前沒有 沒有像現在是 搭火車上去 這個火車是很後來才有的 老師 請問一下 之前你們住在這邊 那個 地是寫的 有問題的 還是說 有問題的 搬下去 又是怎麼樣的變化 整個你們在 坐那個公路 坐到那個十字路 附近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做 國有臨班的戒碑 有沒有看到 那個地方 全部都是林務局的臨班地 不是林務局 是國有臨班地 是國有地 然後是 拖給林務局代管 所以它是屬於國家的地 而我們這個 國有臨班地呢 基本上我們在這裡 完全沒有所有錢 就是 像我們現在那個旅館 都是跟林務局成租的 阿里山葛呢 阿里山葛呢 這個歷史有一點混亂 就是說 當初日本人 當初日本人 離開阿里山之後呢 國民政府要來接管的時候呢 開始就有很多的機關在搶 所以那個被鄉公所搶去了 嘉義縣政府搶走了 所以阿里山葛那塊地 就被縣政府搶走 然後阿里山葛對面還有一塊地 是被中央氣象局搶走 所以那是屬於阿里山葛 對 那個是屬於憲政府的地 憲政府的房子 可是那個阿里山葛原來是一個日本人 私人的 日本人的房子 私人的那個旅館 然後後來是被那個 鄉公所那邊接收去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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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公營的 他基本上是公營的 那 理論上 我們簽到四分帳那邊 應該是舊有的居民開的 旅館繼續營業 可是後來好像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開放的關鍵是在哪裡 沒有 就是原來 就是 這裡有多少的旅館 等居民 搬下去之後 就有多少的旅館 然後後來是因為 呢 阿里山的觀光業 越來越盛 然後呢 阿里山的居民 基本上 百分之百 都是因為當初 砍伐木材 百分之九十幾 就當初為了砍伐木材 有的人是做那個 鐵路的員工 有的人是森林的員工 有一個人 就專門去噴湊的 噴湊的林工 等等這些人 後來是因為森林砍伐已經 營業已經停掉了 所以 完全轉成觀光業了 阿所以呢 就是那邊 有一些人他們就 原來他有住宅的地方可以住 可是因為他沒有林工可以做了 他就把他們家 弄成所謂的民宿 所以基本上很多民宿都是不合法 越來越 越來越 我純粹是這樣子 那旅館其實沒有增加 都還是那幾下 我的意思是說 舊有的居民或者這邊工作的人 直接開旅館這個是合理嗎 感覺上好像是外面的財款一直進來蓋的 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 目前沒有 因為阿里山的居民不肯 阿里山的居民不肯 只有一個就是阿里山賓館 他變成BOT 就是那個 政府官民的經營的BOT案 所以阿里山賓館基本上是屬於林務局 林務局他們的經營 但是是委託給民間在經營 所以現在一直在蓋 然後 當初就是因為原來這個地方 要蓋觀光飯店 阿里山居民就說 你一定要蓋觀光飯店 我們不下去 所以後來就是大家簽署之後 就說好 我們不蓋 林務局不蓋觀光飯店 然後居民簽下去 小老師,我剛看那個遼望台旁邊有一個遺跡 那原來是什麼遺跡? 就是地上有一個像的遺跡嗎? 因為當初這個地方原來也是檜木的 日期時期全部是檜木的一個辦公室 然後旁邊那個地方他們住了一個庭院 然後就有一個圍起來 然後就最重的很多的那些景觀 那現在是因為都整個方會掉了 老師,剛剛說它是二代神木 那它一代是不是有錯? 它叫二代木沒有誰 可是我印象中42年前1970年 就是在火車站的終點 就是終點的有一顆很大 我們還不知道 那個叫做神木 那個就是從二萬坪上來之後的第三分道 第三分道就是神木 不是,然後神木之後才是第四分道 所以我們講的分道 就是那個二萬坪 你到二萬坪對不對 對,然後就會到神木 神木站就是第三分道 然後到第四分道 然後到現在的早坪 那可是你說這邊是中原站 中原站,對呀 不是那個中原站 那個是神木 神木站 那個就是 它等於是快要到阿里山了 它整個是阿里山流樂區的範圍 所以它不是中原 就是它的整個中原站是在這裡 然後那個神木站也不是一個站 它就跟第四分道一樣 它只是一個分道 它沒有睡一個車站 當初沒有 我是對於解說 我有一個問題 像當初那個黃村民 他就反對雪山睡覺這件事 所以他說開了之後 他就絕對不走雪睡 結果有一次他趕時間 他就走雪睡 然後就被大做文章那樣子 那現在啊 我們說我們反阿里山公路 這如果以後要封路怎麼樣 他說你們自己還不是在走 那我們要怎麼去 對提出這樣的疑問的 去講這件事情 嗯 有點深啊 神秘工老師要不要回答 哈哈哈哈